其实蛮紧张的 第一次一个人去鬼屋 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嘛 有 一定有故事 就是这里的 是这样的嘛 这狗井就不知道有什么故事 一直想睡 可是又一直感受到乳神 我听到外面有人 真的有人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别怕不多说 今天是要去鬼屋睡完 去这个民雄最出名的鬼屋 大半仰不能去 他在酒店住一天 我就去鬼屋睡一天 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第一次一个人去鬼屋 是在国外的 因为平时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嘛 有什么事 叫朋友叫个电话就可以了嘛 现在这里人生听不懂 有什么事起来 不懂怎么办 现在在等客户来 从这里去那边 差不多要5公里左右 很期待 而且现在天黑了 哈啰 我要去这个 嘉义民雄柳这个什么 古庙还是什么 鬼屋哦 啊对对 你要去那边哦 啊去那里 你一个人啊 我有朋友在那里 这是 这是真实的鬼屋吗 还是只是 传说中文了吗 真的有那回事 谁敢去啊 是 哈哈哈 感觉那里好像观光地了 大家就很好奇啊 今天带过六个学生啊 六个学生去哪里 大专生哦 三星半夜啊 10点多啊 到那边要在那边过夜 哦 约了那个早上去带他们了 我说那电话你自己打 我们早上没有出来 哈哈哈 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嘛 有一定有故事 一定有故事 对 就是不知道 一定有故事了 我忘记了 哦 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这里了 今天呢 我是一个人来的啦 然后我又不熟这里 我是不知道这边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们就走走看啊 嘿 是这样的吗 哈喽 哇 啊 这里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了 这里应该不是路了 我们走看看 就这里了 这个家哩 很紧张哩 可是在这里嘛 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 不过我是看没有东西的 物质在哪里哦 这里是人走的咩 这么黑这条路 没有东西啊 这里有物质 进进来 应该是那间啊 看到了没有 这么大间 看到了看到了 走进去就是了 Let's go 哇 这么大间 哇 很紧张耶 这里的小屋 没事情 重点就在这里了啦 哇 哇 很大间哦 这里有什么哦 这里是人家BBQ的地方啊 哇 你们看这个树 哎呀 进来咯 哇 很大一下哦 哦 这样子的 看到了吗 这里咧 可以进啊 哦 也是没有二楼的啊 所以就这一层楼罢了哦 这样整栋楼就只有这样哦 他们就一整栋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灯挂在这里 总是要有一个灯嘛 对不对 这个灯挂在这边 这样子就够亮了咯 这里咧 好像没有东西咧 这里也是这样 这里也是 不错啊 那这里出去过后是什么 诶 哦 穿过来的 我们刚才从那边进嘛 从那边进嘛 这里这样穿过来就可以了哦 这里也没有东西啊 这里也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乖 我再补灯 这灯补下去 什么都看嘛 这里是什么 绕过来看一下 看它的户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我没有注意到 这里的口井啊 这口井就不知道有什么故事 没事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民雄最红的鬼屋 你看这个树长成这样 不过一眼就看完了啦 没有什么特别啦 我把灯架在这里 OK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 民雄鬼屋 就在这里睡一晚 然后我们选择 这边 因为这里 是目前我看到 比较有地方 躺的地方 我比较怕蚊子啊 蚂蚁啊 老鼠啊 这些 这里还可以遮遮那个 这里还可以 看到没有 下雨应该不怕的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就大摇大摆 就直接在这里睡了 因为这里其实一眼就看完了 没有像大家想的 哦要爬上爬下 没有 整栋就是空空哦 没有上下楼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去 上网找一找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它变成 就是台湾最红的鬼屋 那么如果有故事的朋友叻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 影片的下方留言 给我们这外地人 给我们知道一下 OK现在我们就上网 我就现在Google 订阅一下这个鬼屋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啦 刚才我们搭搭车的时候 那个女司机叻也跟我们讲 这里肯定有一些故事 只是可能那是很久以前的故事 传下来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已经变传说了 被人家传到乱七八糟 然后至于是不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 要他讲肯定有发生事情 至于什么问题 他自己都不是很记得 因为这里已经变观光景点了 我找到一个资料是2022年的时候 他就讲 明雄鬼屋里有一座古井 这个古井应该是我们拍的那个啦 最一开始的鬼故事传言是因为那个古井开始 传闻当年女主人发现 卡卡我们讲卡卡有通勤 然后就很生气 然后就把那个卡卡虐待哈 这个卡卡最后受不了长年以来的羞辱和虐待 他就跳下去 那么跳下去挂了过后呢 诶,听讲他的魂魄就在这个地方 阴魂不酸啦 那么从此以后 他们住在这里的人就时不时会看到 故事是这样子 所以故事细节就不是很清楚 我上网也搜索过很多了 没有一个有一个真正的故事 比较希望是大家可以告诉我们 真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又或者是 说不定这间屋子的主人 又或者是这间屋子的子子孙孙 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算没有事情 你讲没有事就好了 你这些讲根本都没有东西 你不懂这么给人家传到这样子 你们也可以直接这样讲 我只是知道这里 基本上是排名第一最出名的鬼屋啦 而且出名到外面那边哦 就走出去哦 那边有一座 屋咖啡厅 这样夸张嘛 那我们等到12点的时候 我们再看这边会有什么事情嘛 没有什么事情 天亮我们就会 当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有 哈哈哈哈 我没有 我们还有 奥特曼 靠你了啊今天 现在你保护我啊 有什么事情 你站前面啊 如果有人追我 我拿这个 我直接拿你 丢你出去啊 啊啊啊啊啊 你就负责 看门啊 看住这个门啊 哈哈 有什么事情 你就跟我 吹过去啊 OK啊 OK啊 大家OK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 现在就跟老板娘 啊啊 哈哈哈哈 累条 现在 真的是太早了 真的不懂要做梦 所以就只好 躺住 睡觉哦 我只要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鬼屋处 睡一晚的初心 就是人家穿梭那里有鬼屋 然后我叻 去拍这个东西 除了是娱乐 大家 也是顺便去证明 大家讲的这些鬼屋 是不是有大家讲的这样子 你们会问我 哎呀你不怕咩 怎么你这样勇敢啊 什么什么 这些也不是勇不勇敢 还是怕不怕的问题 这只是想说 平时我睡路边也是这样子的 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蛇 鼠 蟑螂 那些 什么会咬人的东西 最可怕就是这些 蜈蚣蟲这些也有可能 其他东西其实还好 人 也是其中一个我比较怕的 那么如果没有什么东西的话 基本上这鬼屋它就是这样子哦 就是一个废墟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已经这样 搜索了 在这个台湾的最红的鬼屋这里睡一晚 希望大家多一点支持 以后我们出外国的时候哦 你们多一点支持我们的这个 不专业的代国 你们支持我们 我们就去那边当地的一些鬼屋 我们就去那边拍 你们这时候一定问 哎呀怎么不要跟搜索一起拍 不是不要跟他们拍 因为跟他们拍 等他们等到来啦 我频道可能已经关掉了 他们刚才没有开始拍了那东西的 鬼屋睡一晚 我最不喜欢的声音 是那种 这样的声音 就好像那种 虫啊 还是蛇啊 走路的声音 一直想睡 可是又一直feel到有声音 有点生气 现在 8点17分 我听到外面有点 有没有声音啊 刚才我听到有人好像 好像在讲话的人啊 人的声音啦 嗨 哈啰 哈啰 嘿 嗨 你们也来逛探险吗 对啊对啊 对啊 欢迎欢迎 自己逛逛一下 外国人 我是马来西亚的 是啊 啊 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 不是灯哦 灯啊 太多了 对啊 因为刚好放在我的背包 我就拿出来 哇 你们懂这句话 我朋友很常跟 那儿去啊 哦 是哈 你们要住一晚吗 没有啊 还是走一下 不然 走一下 可以可以 你们自己走一下吧 哈哈哈 所以你要住一晚 哦 有啊 今天在这里住一晚 真的啊 我的频道都是 来这种鬼屋睡一晚的 哦 真的吗 有啊 我是YouTuber 大空看一下 叫阿雅 有有有 有有 阿雅 啊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阿雅 阿雅 对 一起拍一张 可以没问题 好来 我们拍照 好 耶 耶 OK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拍的 我再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拍的 哈哈哈哈 谁比较懂故事 我故事就是打赏的 以前一个 流星的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 对 然后 他们想要把一个女 女仆 娜妾 娜妾 结果我最后好像 就 不成功 大概是这样 对啊 然后他就 一气之下就往那边一口径 跳下去 哦那个女仆跳下去对吗 对那个女仆跳下去 听说是穿红衣 然后跳下去 这些都是很久的传说吗 还是 都有被证实过吗 也很难被证实 对啊 传言 就只是传言而已 然后他有拍成电影 前几个月 前几个月 就叫做民凶鬼屋 就叫民凶鬼屋 对对对 有拍他们的故事 真人故事翻拍 对对 哦 真人故事翻拍 信流的子庄 有想要把这一栋卖掉 哦 他有说 已经 已经要把它卖掉了 已经卖掉了 就是 有说 要把这边卖掉 哦 要把这边卖掉 对对对 那如果就是说 我在这边睡一晚没有试的话 就可以成功卖掉 哈哈哈哈 真的可以成功卖掉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OK 好 那就谢谢你们 谢谢 好 OK 谢谢啊 拜拜 看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最多就是 传说不了 传说 各位 我给一只猫 吓了好几次 哈喽 今天你要陪我吗 喵喵 哈喽 又黑色 哟 应该是叫出哪 你可以不要一直弄我的 奥特曼吗 你 可以有用一点吗 你一只猫都打不过 哈喽 那猫很喜欢你嘞 什么东西都没有 猫就有一只 很可爱哩 不理你了啊 你自己 好这位子啊 你不要 三更半夜的时候 跑过来 吓我啊 各位观众 现在是12点钟了 我们的猫叻 碰做抹 有点过分哦 不知只应该有人痒啊 讲真的我已经给他笑了几次了 现在12点 基本上 OK 现在 就除了人以外 很多蚊子以外 一只猫以外 一切都没什么问题 什么事情 我在拍给你们看啊 现在一点多了不 刚才我肯定听到 有人做过的事情 诶 有猫哦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你们看 天开始要亮了 6点08分 那我们先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要准备回去了 好啦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天哪要亮了 今天在台湾的民雄鬼屋 睡一晚 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总之简单来讲 还好 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们 就此离开这里了 你看 鬼屋在那边 这边就有人住 这里也是有人住啊 真的有事情 这些人还不搬了 什么啊 没事没事 这边有一个鬼屋咖啡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See you in the next 影片 Bye Bye